星期日清晨有休班警員在元朗吃宵夜時爭執 消息說涉嫌普通襲擊被捕的男警長獲准保釋 消息說當晚10個休班警在元朗平徽敬的餐廳外 分三張桌子吃宵夜曾經敬酒 警方會翻看閉路電視 調查他們有沒有違反限聚令 被捕的40歲姓梁的男警長和另一個警員爭執 31歲姓梳的女警勸交的時候 被男警長用玻璃瓶搏頭 女警頭部紅腫沒有流血之後報警 衝鋒隊到場的時候其他休班警已經離開